大家好,我是老孙 今天我们再来测试一下 GPT Service的另一个功能 就是生成英文模型 GPT Service有一个比较简单易用的地方 就是它通过一个语种的模型 可以很方便的生成另外两个语种 比如说我们之前演示的中文模型 可以用它来说英语,可以说日语 同样的,我们如果生成的是英文模型 那这个模型也可以直接在这个工具里面 直接推理,推理生成英文的和日文的语音 那我们现在来一步一步的来操作 来演示一下 我们今天用的声音是来自Jim Dale 他朗读的《哈利波特》的片段 我们今天用的是Jim Dale的声音 那选用这个声音的原则还是声音干净 没有扎音,没有噪音 如果有背景音的话处理干净 用有声数的优点就是 我们前期处理的时候比较简单 我们像原来一样,我们选中这个文件 放到切分工具里面,进行语音切割 然后同时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文件夹 已经生成了,已经生成了 30个文件,2分50秒 下一步就是语音的批量ASR 虽然这个工具写的是中文批量离线,但是其实它是可以生成英文的,我们直接生成看一下 一共30个文件应该也很快 对不起,出错了,这忘了复制 忘了复制文件的路径了 好 嗯,开始 好,处理完成,出来了 嗯,看一下这个,因为它是写死的 所以这个中文标识是自动生成的 我们这个地方需要手动改一下 然后我们再看,再底看一下 嗯,呃,这个位置还是有些错误的,对吧 大体可用,需要稍微改一下,然后再校对一下 那今天我们用另外一个工具 同样演示一下,如何进行ASR的处理 这是另外一个开业项目,来自刘悦的技术博客 做的是刘悦 他,呃,开源的一个 专门做ASR转写的一个应用 我们,他这个应用里面可以进行 Visper的转写,AliASR转写和B-的转写 呃,我们在处理中文的时候 在我们的GPT servers项目里面 用的就是Ali的ASR转写 今天我们来用刘悦这个工具 来使用一下Visper的转写 我们这里选择英文 然后模型呢,我们一般用Media就可以 呃,我测试过用V2,V3 用V2的时候就已经非常慢 但是我测试一般的声音用Media这个处理的很好 然后,呃,对,前面还有一个 这里有写一个角色名 这个呢,嗯 从这看一下吧 我们这里写的角色名 他会最终会出现在这个位置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一个直接复制过来 这个工具 你可以直接在这个工具里面来进行切分 然后输出结果 呃,然后呢 你根据这个切片的目录来来进行Visper的转写 因为我们已经在GPT service进行了呃声音的切分 所以呢 我们可以直接用这个切分好的文件 等于是两个项目啊 一起来搭配使用的 这里有一个有一个消除的地方 就是呃,要写拳加上反斜杠 切片名称的前缀是 其实是这一部分 这一部分 所以我们需要把这一部分拷配过来 这里有一个比较容易出错的点 是所有的,所有的这个都是反斜杠 然后到这里需要有一个斜杠 这是两个比较主要的关键的点 然后我们看一下没有问题 我们就可以选择Visper转写 它会在另一个控制台里出现 在这个控制台 Visper的转写比阿里SR是要慢的 但是好在用这个模型的效率还是可以接受的 好,转写完成 新生成的类似的文件是在 是这个文件 我们大家看一下 嗯 我们两个对比一下 比较一下文件 可以看到我们前面部分都是相同的 是从这里开始不同的 因为这个我们用Visper写的 它直接声上就是英文字幕的标识 而原来阿里SR是中文的 所以我们这个先不关 我们看后面的部分 对 这是Visper转写的 是要比阿里SR要好一些 但是其实这个位置 这个阿拉伯数字 阿拉伯数字4 对于我们的模型生成 我们的训练并不是很好的 这个就我们先不改了 但是在整个文本的复原上 还是Visper要更更好一些 好这个那我们就可以直接来使用 我们把这个选好 然后把这个文件拷过 拷备过来就可以 把它删掉 把它改名 好了 然后我们就 这个转写就可以关掉了 嗯 我们还是用它 然后这样我们就可以进行下一步 我们要不要打标呢 那我们看一眼吧 嗯 这个文件夹 把这个路径写上 打一些标 嗯 在这里看 看一下 这个文件还是挺长的 行 我们就不详细的来标注了 然后我们就进行下一步直接 嗯 训练集的一些格式化处理 我们把 这个地方应该很熟了吧 这写上类似的文件的文件 路径写上切封的路径 然后其他的不用改 然后直接一键三连 然后过来看我们的生成文件 哦 哦 对不起 忘了改 实验名称了 模型名称 怎么掉 然后 文件标注 重新标一下 然后 写文文件的文件目录 写一下 然后 然后 我们 过来看着 然后我们再一键三连 好完成 嗯 看一下文件都有了 然后下一个就是 微调了 这里我们选择 25 选择5 这个为什么这么选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前面的 视频介绍 你说的很详细 我们这里就不再详细说了 我们直接开始训练 好了 两个都已经训练完了 我们看一下 这是 Zorvice的模型 这是GPT的模型 好 我们就可以直接到微调的步骤了 好 我们选择模型 然后选择参考音频 哦 对 这个里面 用我们之前的经验 尽量选择一个 一整句话 没有停顿的 然后他的文件名是1356160 嗯 打开 1356160 靠北过来 读一下 The Dursley's had everything they wanted But they also had a secret 嗯 好的 我们现在让他来读他自己的语言 然后这个地方要选英文 如果你要生成的文本也是英文的话 就学英文 The Dursley's had everything they wanted But they also had a secret The Dursley's had everything they wanted But they also had a secret The Dursley's had everything they wanted But they also had a secret 嗯 意思还是很像的 然后我们再读一下其他的文本 They didn't think they could bear it if anyone found out about the potters 嗯 然后我们让他来读一下 我们就读一个这个 I guess it comes down to a simple choice Get busy living or get busy dying 长一点 I have to remind myself That some birds aren't being to be caged Their feathers are just too bright And when they fly away The part of you that knows it was a sin To lock them up does rejoice But still the place you live in Is that much more drab and empty that they're gone I guess I just miss my friend 然后我们让他读一下中文 这一定要选中文 家住女真怒4号的德斯里夫妇总是得意的说 他们是非常规矩的人家 拜托拜托了 他们从来给神秘古怪的事不沾边 因为他们根本不相信那些邪门歪道 这就是我们一个训练英文模型 从数据集的准备到训练到推理的一个全过程 我这里还准备了一些我自己测试的时候 录了一些音频 直接播放一下吧 我们就不在那里面试验了 我之前训练过一个100轮的 我们这不是25轮的吗 其实声音差不太多 所以我们直接到时候听一下效果吧 这也是25轮 家住女真怒4号的德斯里夫妇总是得意的说 他们是非常规矩的人家 拜托拜托了 他们从来跟神秘古怪的事不沾边 因为他们根本不相信那些邪门歪道 弗农德斯里先生在一家名叫格朗宁的公司做主管 公司生产钻机 这是25轮的 这是40轮的 弗农德斯里先生在一家名叫格朗宁的公司做主管 公司生产钻机 他高大魁梧 胖得几乎连脖子都没有了 却续着一脸大胡子 德斯里太太 这是100轮的 你听一下 在我年纪更轻见识更浅时 父亲曾给我一个忠告 他至今仍在我脑海营绕 每当你要批评别人 他告诉我 要记住 世上不是每个人都有你这么好的条件 他的话到此为止 但我们向来话虽不多 心意却是相通 好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观看 我坐在沙滩上遐想古老而未知的世界 忽而想起了盖茨比 他第一次见到戴希家码头末端的绿灯时 肯定也感到万分惊喜 他走过漫漫长路 才来到这片蓝色的港湾 肯定觉得梦想已经离得非常近 几乎伸出手就能够抓得到 他所不知道的是 梦想已经落在他身后 落在纽约以西那广袤无垠的大地上 落在黑暗夜幕下连年不绝的美国原野上 盖茨比信封的那盏绿灯 是年复一年在我们眼前渐渐消失的极乐未来 我们始终追他不上 但没有关系 明天我们会跑得更快 把手伸得更长 等到某个美好的早晨 于是我们奋力前进 却如同溺水行舟 注定要不停地退回过去 所以我们打打了 船对线的线 资料 生产生的回忆 无垠的 进去 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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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来